您好 欢迎收看5月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5月1号劳动节 台铁工会集体合法休假不加班 交通部推出了类火车来因应 而今天交通部长王国才呢 特别到了花莲玉立火车站视察这个类火车的运作情形 他表示 类火车在国外很普遍 遇到天灾 大维修或者是罢工的时候呢 都会有类火车的应变计划 王国才表示说 未来不管遇到什么状况 台铁会把应变计划优化来 玉立火车站一早就能看到许多辆的客运出现 再往前走仔细一看 大大的标题 类火车 民众好奇的再往车站走去 跑马灯也出现多班停驶 才知道今天五一劳动节 火车不开了 玉立然后要搭回台东 然后要去台东玩 去都南火车那边 都南那边玩 碰到火车停驶 第一次碰到所以才会去拍照 他有类火车 所以应该还很方便 民众觉得新奇 头一次遇到这样的状况 劳动节台铁工会集体合法休假不加班 交通部推类火车来因应 交通部长王国才上午到玉立车站 视察类火车运作的状况 他说类火车在国外相当不便 火车十八列目前开出六列也都相当顺利 现在类火车十二线开了138班 王国才说这也是台铁地区的领域 第一次在全台环岛铁路用这样的应变计划 后来不管遇到什么状况 台铁还是把应变计划油画 记者高双双玉立车采访报道